這首歌其實我很小時候已經很喜歡唱 但是 我經常覺得唱一首歌除了 你要唱準的音 你要唱好這首歌 怎樣才叫好呢 其實我覺得對我來說 我不敢其他 我講其他 對我來說這首歌一定要 對於我來說是有意思的 我以前小時候一直都不明白 我是一隻小小鳥 這首歌究竟 有什麼意義 但是 我近這兩年 我知道這首歌對我來說是有意義的 那 有一句歌詞是說 如果有一天我非常要知道 才發現自己成為獵人的目標 那一刻我就會想到 好像你有很多東西 因為 你長大了 你可以得到 你可以不再像小朋友一樣 要依靠很多東西的時候 或者你在 尤其是特別我參加完這個比賽之後 我覺得有很多東西 好像我原來以為自己想要的東西 很多時候會變成 其實我會問自己 究竟我是不是真的想要這個 或者我究竟在找什麼呢 那我還在找 所以這首歌對我來說 我很希望 有一天我再唱這首歌的時候 我已經可以回答自己 我在找什麼 我寫一隻小小鳥送給你 有時候我覺得自己想一隻小鳥 想要飛 去怎麼樣也飛不高 也許有一天我騎上了尺頭 卻正為獵人的目標 我飛上了晴天才發現自己 從此無依無靠 從此無依無靠 你期待一生人靜的時候 我總是睡不著 我懷疑是不是 只有我的明天沒有變得更好 未來會怎樣究竟 也許會知道 幸福是否只是一種傳說 我永遠都找不到 我是一隻小小小小鳥 想要飛也飛 去飛也飛不高 我寻寻秘密 寻寻秘密 一個溫暖的懷疑 這樣的要求 唱不上太高 我生一隻小小小小鳥 想要飛也飛 去飛也飛不高 我寻寻秘密 寻寻秘密 一個溫暖的懷抱 這樣的要求 唱不上太高 演唱不上太高 有人在浮能力 想要被淚 製作 separation saves 咪咪咪咪� oyn 總是誰不想 不愧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沒有變得更好 未來會怎樣究竟有誰會知道 幸福是否只是一種錯說永遠都找不到 我是一隻小小小小鳥 想要飛也飛 想飛也飛不高 尋尋秘密 尋尋秘密 一個默默的懷抱 這樣的要求 雙不雙也在跑 我是一隻小小小小鳥 想要飛也飛 是飛也飛不高 我尋尋秘密 尋尋秘密 一個溫暖的懷抱 這樣的要求 雙不雙 太高 這樣的要求 雙不雙 太高 太高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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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